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在力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律 叫做力学能守恒定律 那它的条件在这里 就是当一个系统呢 紧紧受到保守力对它做工的时候 它的力学能就是动能加未能 是保持不变的 那怎么来解释呢 我们就用功能定理的第一个公式来解释 因为我们在前面提到功能定理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曾经提到就是保守力对系统所做的功 那加上非保守力对系统所做的功 就是所谓的进功 会等于它的动能的变化量 但是因为呢 非保守力并不存在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必考虑了 那保守力对系统所做的功能是等于它的位能的变化量的负值 所以我们用delta ug来表示 因为我们这边的保守力指的是重力 那就会等于它的动能的变化量 那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移到右边去 就变意思也就是说 它的动能的变化量 加上未能的变化量 中力未能的变化量 等于0 那我们知道动能的变化量呢 是指它的末状态的动能 减掉粗状态的动能 就它的变化量 然后呢 重力未能的变化量呢 是指末状态的重力未能 减掉呢 出状态的重力未能 然后等于0 所以我们把出状态 如果移到右边去的时候呢 左边就变成末状态的动能 加上末状态的重力未能 然后呢 它会等于出状态的动能 加上出状态的重力未能 那换句话说 一个系统 假设在它的运动的过程当中 如果经理只受到保守的 比如说重力的作用的时候 它任何一个状态的力学能的总和 是相同的 就是动能加上重力未能 是相同的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一个自由落体 它因为自由落体的出处是0 它以静止的方式这样掉下来 掉了10公尺 我们利用这个力学能守恒定律呢 来解释它掉了10公尺的速度 那因为它在整个掉热的过程当中呢 它唯一的作用力是重力 那重力是一个保守力 所以它出状态的动能呢 我们到这个时候是0 好 出状态的动能 那出状态的未能呢 我们也把它设成0 重力未能也设成0 那就等于末状态的动能 末状态的动能 我们知道是1分之1的m 再乘上v的平方 这边的v呢 当然指的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那末状态的未能呢 因为末状态的重力未能 是跟出状态做比较 所以在它的下方 所以是负的 所以再减掉m g h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把它移到左边去 所以就变成这个mgh 然后会等于呢 1分之1的mv的平方 那两边都有m 所以我们把它化掉 化掉以后呢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得到这个速度呢 掉了10公尺以后的速度呢 会等于根号的2gh 那这个g呢 我们就带9.8 h呢 就带10公尺 所以为什么一个自由落体 它掉下来高度 深度越深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是越大 因为你可以从公式当中呢 看出这一点 这个v呢 是跟根号的h呢 是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接着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有个球 它现在以每秒200公尺的速度呢 垂直往上抛 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上升了10公尺以后的速度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力学能守恒定律呢 来解释 那因为它在整个上升的过程当中呢 它唯一的作用力是重力 那我们知道重力它是一个保守力 所以它的出状态的动能呢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二分之一的m 那乘上v0的平方 这边的v0呢 就是200 那出状态的重力位能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设成0 那它会等于磨状态的动能 就是二分之一的m 乘上v的平方 那磨状态的重力位能呢 当然也是跟出状态在做比较 所以再加上mg的h 这边的h呢 就是10公尺的意思 那我们把这个m呢 都消掉以后 我们就带定去计算 所以它会等于二分之一 乘上200的平方 就是4万 那就会等于呢 二分之一 v的平方 然后加上 这个重力加速度 我们用10来计算比较方便 就加上10呢 乘上10 这个h是10公尺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2万 那2万减掉100呢 这边就会变成 1万9千9百 那就会等于二分之一的 v的平方 所以v呢 就会等于根号的 这个2呢 乘上 1万9千9百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速度 所以它的速度因为它比较大呢 所以它虽然只上升10公尺呢 这个速度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那从以上的这个讨论当中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结 就是因为重力呢 如果对系统做的是一个正宫 那就等于说把它的位能呢 换成了动能 因为它的位 它往下掉的时候是做正宫 好 所以就把重力位能呢 释放出来就转换成它的动能 所以它是在一个加速的状态之下 那它是往上升的时候呢 因为这时候重力对它做的是一个复工 所以造成呢 它的动能呢 会转换成它的重力位能 好 所以这就是自然界的一个 功与能之间的一个 转换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等于说自然界的现象呢 其实是透过做工的关系呢 把这个能量的形态呢 做成一个转换 做成一个转换 那这个有关力学呢 守恒定律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